下到宝宝,上到老无一例外都可能的湿疹下季更是湿疹高发季节。 湿疹起养无比,有无治疗的妙招。赶紧看这里。 过敏是湿疹主要原因湿疹病因较复杂,一般认为由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相互作用导致。 医内部因素,患者的过敏体质是本病的主要因素,与遗传有关,可随年龄、环境变化而改变,神经精神因素,如焦虑、抑郁、紧张等,某些食物,如鱼虾、淡乳等,可诱发或加重病情,内分泌、代谢及胃肠功能障碍、慢性感染病灶等与发病也有关系。 二,外部因素,生活环境、气候条件等均能影响本病,各种外界刺激,如紫外线、寒冷、骚装、肥皂等,均可诱发湿疹。 夏季是湿疹高发季夏季是湿疹的高发季节,这个季节有三个特征,第一,是大量出汗,引起皮肤表面的油脂保护层被逐渐冲刷,局部出现空缺,缺乏油脂保护的表面,被细菌进入。 第二,疲劳或者压力,导致身体内用于制造细胞膜、组织膜、关节膜、皮肤保护膜的材料,不饱和脂肪,及脂溶性维生素,缺乏,导致皮肤表层的保护膜出现缺陷。 第三,膳食结构中,缺乏油脂之类来源及脂溶性维生素来源。 另外,维生素B的缺乏,也会导致脂类代谢利用率下降,导致膜组织需要的材料不足,皮肤缺乏保护。 湿疹多吃韭菜和苦瓜一剂用手搔抓或热水烫洗,平常保持大便通畅,就寝充足,冬季注重皮肤清洁及滋润。 二,多用水冲洗衣物,洗衣服时,应多用水将你衣物上的洗衣粉冲干净,以免激发皮肤过敏。 三,避免太过劳累,既饮酒和食用刺激性食物,例如辣椒、鱼、虾、蟹或浓茶、咖啡等。 四,提防干燥的环境,保持室内适宜的湿度应该是患者及其家首先考虑的事项。 五,避免快速的温度变化,快速的温度变化或者是引起湿疹的原因。 从热乎乎的屋内踏入冰凉的户外,或从寒气房中进入热水域,都或许引发皮肤病。 六,衣被不宜用丝,毛疾化线等成品,以免刺激皮肤。 棉质的衣服比较柔软,不会引起皮肤臊痒。 阴质纸合成的衣料以及紧身衣物。 这些衣物不单粘身材,而且大概会导致皮肤发痒。 七,多吃韭菜,韭菜内含胡萝卜素,维生素B,维生素C基钙。 韭菜,磷,铁,蛋白质,纤维素等。 韭菜上有解毒驱失的功效,故韭菜之外查可致湿疹。 八,多吃苦瓜,苦瓜内含葵宁。 具有清热解毒,驱失止氧之功。 可用于治疗热毒,结疮,肺子,湿疹等病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